各位網友大家好 每逢過時過節 這些大日子 很多餐飲業的生意 好不好 又可以做一個指標 這個指標 甚至有人反映香港市場 好不好 快要吃團年飯 很多人會覺得 今年會好很多 但業界覺得 今年未必 這麼理想 為什麼呢 我們和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究竟現在是否真的餐飲業 每個人都 舉手投降 認命 快要團年飯 香港餐飲管理協會會長 楊維醒 表示 根據酒樓會員的 反映今年 這個團年飯 的訂位 還是可以 但是 主要就是公司客 可能公司 做團年 搞春明 那些 但是 普通 家庭客的訂桌 生意比較差 為什麼呢 可能市民 會提早回去北上吃團年飯 這個趨勢 只會越來越多 會不會 我這樣看 第一個位置 他說 商業客多了 這個沒問題 市道也正常 相比 一兩年前 疫情期間 最主要就是普通街客 為什麼會沒有街客 因為他覺得 北上消費 我覺得未必是 為什麼呢 為什麼不關事呢 一件事 會不會 想一件事 大家 記不記得 在 疫情期間 當然 大家都不會出來吃飯 很多時候也沒有辦法 一家人 整家人在家裡吃 另一個問題就是 要遷就老人家 有時候 那時候疫情 很高風險 大家都小聚 甚至乎小聚 分開聚 這次你們先吃 下次我們過來吃 不要那麼多人 害怕惹他 你說團年飯 一直都是 家人 就長者 最大的那些 大家都習慣了 不走出去吃 在家裡 就生氣 未必出街吃 而且食物很貴 這也是主因 我自己煮 也沒那麼生氣 也不需要 一天不需要 掃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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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這些情況 也不需要 跟人逼逼逼逼逼 因為現在說到 流感也很厲害 可能大家都還有 這些陰影 不如留在家裡吃 一起熱熱鬧鬧 另一件事 我覺得 是跟飲食習慣有關 飲食習慣不是健康不健康的問題 近幾年 大家吃過年 已經開始變成吃盆菜 年三十晚吃盆菜 年初一吃盆菜 年初二又吃盆菜 每天都盆菜 周而復始 不能停 所以 我自己覺得 方便 不用想 一個價錢搞定 到位 大家很開心 你接下來又說凍冰冰 家裡暖暖 當然不用到處走 所以未必是關上北上 因為北上有什麼好處 每個人都早下班 你未必有位吃飯 還有你想想 將來還要拜年 老人家未必那麼方便 過得去 所以我覺得 他這種擔心 有一點敏感 另外會不會關乎價格的問題 他說今年團年飯 剛才這位餐飲管理會長 他說 自從去年12月 食物價格飆升得很快 酒樓、餐廳 每個人都要加價 今年團年飯 平均450元一位 走不掉 基本盤 還要是基本盤 可能很普通 你不要想著有條鯪魚 可能也是普通雞 那些雞按摩 燒尾檔拼盤 加一條魚 你不要想著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沒有的 普通菜 你想想一台人 我當你 連飯都十幾人 通常都有一些 四千五元 四千五元一台人吃普通東西 那些人可能不是這樣 所以你說為什麼不在家裡煮 我不用四千五元 我不用四百五十元一位 家裡煮 就是要花 就是要時間功夫 一年一斜 這些東西 他說什麼貨價都貴了 那些豬油羊雞 全部都貴了 他又不敢加價得那麼厲害 又怕因為得失客人 所以他說這餐飲業 陷入兩難 另外他說 近日政府推出 這個都市夜繁紛 夜夜繁紛 什麼繁紛 什麼繁紛 去刺激這個市道 但是 其實 有 酒樓反映給他們聽 那些晚市都是喊救命的 正到這樣 正到一個點 是真的哭出來的 他以前也試過 但是今年是特別差 特別差 其中一個原因 他們會覺得就是北上消費 另外一個問題 他就說香港現在 真的很嚴重 為什麼 他說沒有了廚房 那些師傅 那些大廚 他說全部都是 煮菜很厲害 那些大廚 每個人都煮菜很厲害 他說可能是後鑊 那些 那些 甚至乎 你找個聰明一點來煮 煮多幾道 沒有 所以 他說這個很嚴重 可能要找一些外來的廚師來幫忙 首先我覺得 那些口味不行 你找了內地的廚師來 你看廣東省就知道了 廣州的廚師 你要去配合 本地人的口味 你在廣州已經很難 可能隨著時代的變化 都已經開始慢慢 都不行 你問我 都改變不了 何況 你想想香港人那些 嘴唇 這麼厚 油一點 又不行 內地會放師傅 香港很少放師傅 基本上糖、鹽 醬油、生抽、老抽 蠔油 都多了幾款 但不是 可能有些少放雞粉 但你內地不是 鹽 味精 師傅 雞粉 糖 可能還有其他整色整水 不同的調味品 不同的 香港人煮食 那種煮法 通常都是偏淡味 很少放辣椒 所以他們 如果原材料不行 所以這位 會長說的快食其實是一個問題 如果原材料差一點 師傅手勢沒那麼高 都是糟糕的 當然 現在說到 經濟 很慘 客人都不會大魚大肉 有業界 他們說到 糟糕 今年每個人願意出街做節的人 都 竟然不似如期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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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記者說 除了連三十萬 頭位 爆發後 8點尾輪和其他日子都沒有預訂 不似舊時候的疫情 兩輪坐滿 大家習慣早吃飯 這是真的 其實不是 不是習慣早吃飯 這就是關係 而是 某程度上大家習慣早回家 所以 現在要慢慢調節的時間 在香港 在7時 在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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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經很多人排隊等吃飯 在香港 當時我們說 6時吃飯 不是吧 是7時吃飯 10時回家 已經兩個世界了 所以你說 如何去做美輪 沒有的 那時候哪次 在香港 9時等齊人下班 我記得我們家人做團連 在外面酒樓吃 做第二輪生意 吃第二輪 9時要等親戚 全部下班 現在 不會 有些人可能下班 有些人退休 甚至不知何時 早吃完 早點回家睡覺 另外 他又覺得現在很多人 再沒有魚翅拌飯 關什麼事 大家都不吃貴的 沒有辦法 這件事 只能這樣說 我們看到香港方面 這個情況好像很嚴重 甚至乎 我自己覺得 餐飲業也反映到 經濟究竟未來的走向指標 在旁邊 梳打浮 又不同 什麼事 我看到在澳門方面 他們的餐飲業聯會副理事長 呼籲商界 盡早為新春檔期 做好準備 我看到澳門的報道 說 他們今年 各大酒樓 食店 團連飯 訂位都不錯 他們也有加價 但是 都比較樂觀 情況 也算是 訂得比較爆 所以他們說 整體 比較樂觀 沒有看得那麼灰 我們也看得那麼灰 澳門那邊 反過來 還可以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當然 一來 可能和大家的消費習慣 物價有關 二來 如果像我剛才所說的 450元一位 吃普通食物 就會有點失望 你說是否不捨得花錢 不是不捨得花錢 而問題是 如果 吃到1000元位 才比較有質素的話 我肯 老人家也不肯 這麼貴 一萬多元 吃團連飯 不要浪費這些錢 吃一餐都可以 你會想到這件事 舉例 我舉例 普通食物都要4500元 在家製 我當你買一隻新鮮雞 買一條油水魚 給你海鮮幾尾 魚又蝦又蟹 全部通風套餐 富貴通風套餐 都未必去到這麼多 何況我自己的飲食習慣改變了 所以 沒有辦法 這件事 我們要明白到 時代的變化 你說澳門旁邊有珠海 究竟那些人會不會 在澳門消費 然後走去珠海吃團連飯 他們也不會說這件事 但有一件事是真的 他們自己也看到 澳門消費的模式和之前都很不同 就說 出街吃飯 出去吃午飯 成為居民的習慣 在假日也會一家大小出去 吃點好一點的食物 就像我們一樣 我們會出街吃飯 不過不想 我們會吃很多好東西 願意消費幾十億 你想想 推動到深圳的GDP 多誇張 在飲食業方面 我們也想吃好一點 我們也是願意花錢 但問題太貴了 貴到一個點 何況更加沒有特色 既然他們這麼坦白 你就不能怪別人 為何不光顧一下 轉型 會不會 想辦法 所以我說政府方面 這個也要想想 幫一些餐飲業 想想原材料的問題 來貨的問題 甚至如何比較 有這麼大的傷害 因為始終一步之差 就是隔離 隔離 我可以用 四百五十元 吃到一台飯 和你四百五十元 一位 差那麼遠 我給我一千元 可能分分鐘已經吃到很特別 又這些又那些 所以 我不知道 大家會不會真的有些人北上 我自己也不會 特意走上北上 過造節 因為我覺得 始終 一家人 很多人會重視這件事 齊齊齊齊 留在自己 可以的話 是自己的出身地 有些是避連 沒有辦法 這是另外一個話題 但是 始終我們的 傳統習俗 都是留在自己 一家人 在長輩家裡吃飯 一個溫暖的感覺 但是怎樣也好 看看政府方面 接下來又沒有辦法 想想 如何刺激市場 否則 物價繼續扯高 我相信 分分鐘 下午 就會說你吃不起來了 每個人都捱麵包 連麵包都吃不起來的時候 怎樣 就像我這樣說 每個人都在深圳 買好東西回來 在香港吃 然後香港的超市都倒閉 都可以了 齊齊玩倒閉 都不知道怎麼辦 今集整天說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